今天是00940掛牌的 首個交易日 就有可能會面臨破發的危機 大家去看 從禮拜五的禁止是9.92 所以理論上面來講 大家很擔心 今天難道 就真的要破發了嗎 這1750億的投資人 投入是馬上就變成虧錢的狀態嗎 我跟各位來報告 其實以今天的狀況上面來看的話 我先唸一首詩給大家聽 感受一下大家的感覺 來 我們看圖卡 這一首是王昌霖的初賽 秦時明月漢時官 萬里長生人未還 但時隆成飛降賽 不叫虎馬渡英山 我跟各位講 今天會有龍成飛降出現 不是白馬王子 是龍成飛降會出現 什麼叫龍成飛降 就是來幹嘛 拯救這個萬里長生 拯救這個關卡 拯救這個塵賽的人 那現在誰需要被拯救 00940 誰會出來拯救 這些相關的成分股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今天的節目 我會講一些很重要 獨特的觀點 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 我們來看一下其實 在最新公佈的成分股 它中間有不一樣 為什麼 跟本來大家所想的不一樣 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講嗎 我預判你的預判 現在幹嘛 元大也是幹嘛 我預判你的預判 大家還在猜 猜來猜去 那我們去看 本來舊的十大成分股 就是這些 大家很熟悉的 像長榮 聯電 中美金 神機 漢堂 群光 瑞儀 聯發科 星象星譜這些 但是 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下午 公佈最新的 940成分股 當中有不一樣 那我用這個黃色的標記來是 新納路的 也就是說它本來沒有在前十黨的 現在在前十黨的 有哪些 比如說 核碩 比如說環球晶 日月光頭控 以及3034的林勇 那本來這六黨還在 可是順序不太一樣 你看 星象本來在很後面 本來在第九名 現在跑到什麼 跑到第二名 跑到第二名 那長榮的權重 還是幾乎是第一名 還增加了一點點權重 那聯電也是算在前面 中美金也算在前面 那聯發科稍微提升了一點點 漢堂稍微退後了一點點 所以今天 關注的焦點什麼 新加入的 很重要是誰 核碩 然後環球晶 日月光跟聯勇 那你是因為擔心 萬一被踢除了呢 也不算被踢除 就是說他的排名是往後的 比如說誰排名往後 像神機 像群光 像瑞儀 這個排名是往後挪的 也就是說本來他們在前十大成分股 現在沒有在前十大 這個就要去關心他今天 個股的走勢 也就是說 這幾檔個股 不能夠開低 如果開低的話 對於他的影響就會比較大 這些個股像新增的 像核碩 環球晶 日月光聯勇 這四檔 務必要開高 他們要開高 對於什麼 市場的認同度就會提高 就會往前推升 所以答案非常清楚 OK 所以這個是今天 我以為在早上八點一早 給大家的最新最新的解讀 當然我想報紙上面都有寫了 940少貨塗揚大對座對不對 我跟各位講 大對座的股票很多 另外像這個什麼 台商的3000億的閒錢 準備來幹嘛 準備接下來八月一分就要解禁了 這些錢會往哪裡跑 會往股市跑 為什麼 因為台商的錢是很靈活的 而且追求絕對報酬 他們不會幹嘛 不會再去存定存 他們會追求報酬率 所以很有可能 極有可能會往哪裡跑 往高股市跑 他們需要高股市 可是又想要有價差 對不對 他們不會做很保守的 因為他們是台商 對不對 如果是退休族 那可能或是受險資金 這些錢應該就存定存 可是這些錢是什麼 台商資金 所以會往比較靈活的地方去 所以我的研判 往高股市的機會去 成分很高 另外央行也出手 台幣的匯率 就是一直在 不要讓財幣貶值 就是一直守住 一直守住 因為你如果續貶的話 那資金就會外流 就不好 所以現在央行也幹嘛 也把資金守住 慢慢的油貶轉身 轉為升值熱錢進來 股市幹嘛 還是多頭 這答案很清楚 而且禮拜五 各位記得嗎 禮拜五的美國股市是休市 但是台紫期的夜盤 是上漲了65點 所以從我們剛剛總總所講的 其實今天的行情我認為是 偏多操作 偏多思考 先給結論 偏多操作 偏多思考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我剛才講 這些前十大成分股 我就觀察了 他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一下這個2404漢糖 我就講一個概念 他在這段時間大幅度的外資 大幅度的賣超 投信在買 也就是說呈現你丟我減 投信一直在買賣 我吃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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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外資幹嘛 不斷的在賣超 可是重點來了 他前面有沒有買 好像沒有買 外資前面沒有買 那請問他哪裡來的貨也可以賣 我赫然發現什麼 你注意看 上面這個叫借券 外資的借券 在近一個禮拜快速的上升 也就是說他是借券來賣 借券來賣 他本來手上沒有股票 投信要買 他想要賣給投信 可是他手上沒股票 那怎麼辦 我就倒給你 借券來賣 那請問一下 這個借券 才能夠之前就導致什麼 這些成分股漲不上去 那這些成分股漲不上去 未來他要不要還券 答案是肯定的 他要還券 還券就是當買方 買方就是多方力道 所以我剛才講這麼多東西 940成分股的調整 台商資金 借券的回補 都會讓行情的多頭持續上升 好 所以這前十大的成分股 我特別去抓了一下 哪一些個股的借券是 明顯性的大增 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未來推升的力道會更強 所以你說這940的豆腐之亂結束了嗎 我覺得還沒 現在才幹嘛 正式開始 這個豆腐之亂 今天4月1號 今天愚人節 老師一直騙人 沒有啦 愚人節 今天正式開始 很多人會講說 這個元大很會挑時間 怎麼挑愚人節上市 我跟各位講 說不定就是要讓你想不到 對不對 就是要讓你想不到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這個資料 絕對不是愚人節 這是委員精心製作的資料 要跟大家做分享 除了漢長以外 940的成分股 誰的借券大增 還有五檔 這五檔借券大增 代表什麼 本週非常有機會 呈現補漲 他們的股票 未來外資還券 他們就會大漲 所以下面這五檔股票 歡迎大家來索取 怎麼索取 加入我們的Lite 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mr1888 小老鼠mr888 先做加入 先做輸入的動作 請各位輸入關鍵字 關鍵字是555 輸入這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取得 這一份重點的資料 好不好 記得加入我們的Lite 想要再吃0094年豆腐嗎 之前沒吃到 這一次不要錯過 先加Lite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 好 我們的Lite加了美 加了之後趕快記得索取關鍵資料 我們看圖卡 我們跟大家講 除了漢堂以外 00940的借券 到底誰出現的大增 這些借券的大增 未來幹嘛 勢必什麼 會成為大幅度回補的對象 大幅度回補 就成為推升買盤的力道 你不趁現在布局跟關注 難道你要等外資回補 你才要去追買嗎 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為什麼要先跟你講 就是希望你要先知道 有一句話叫什麼 投資沒有什麼內線 只有先知道 對不對 那你要如何先知道 我預判你的預判 所以很簡單的道理 你要先知道這份資料 誰的借券大增 未來就是什麼 反向作作的力道 就會最強 這五張股票趕快來做索取 加入我們的Lite帳號 好 來 我講個小故事給大家聽 各位 早上我們輕鬆一點 但是我希望 你的投資觀念要打開 為什麼 我講個觀念 早上大家們喝牛奶 現在早餐 大家們喝牛奶 有一個人 叫小明好了 他去買牛奶 早餐店的小販就說 來來來來來 我們的牛奶很棒 一瓶三塊錢 來 你買三瓶 我賣你十塊 你有沒有覺得怪怪 一瓶三塊 三瓶賣你十塊 然後小明看了一看 你這個笨蛋 你怎麼這樣做生意 來 我跟你買三瓶 但是我分三次買 一次買一瓶 我分三次買 所以他一次買一瓶給三塊 第二次我又給你三塊 第三次我又給你三塊 所以他拿了三瓶牛奶 買到了三瓶牛奶 花了幾塊錢 花了九塊錢 哎呀好開心喔 結果跟老闆說 你笨死了 我用這種方法 我就省了一塊錢 又可以買到三瓶牛奶 他很開心的回家了 回家之後 那個早餐店老闆 偷偷的笑 我就是用這種方法 我才能夠一次賣你三瓶 你有沒有想通 老闆就是故意這樣講 那個小販就是故意這樣講 引誘你幹嘛 一次買三瓶 是不是他的目的也達成了 所以這是一個 皆大歡喜的案例 消費者開心 對不對 小明很開心 老闆開心 小販也開心 皆大歡喜 但是這次00940 搞得所有人都不開心 投資人不開心 要吃豆腐也不開心 被吃豆腐也不開心 對不對 然後禁食就破發 一裝美式弄到大家都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 根據合理的邏輯推演幹嘛 未來禁食就算今天破發 後面也很快 就幹嘛 在一周之內想辦法拉上去 對不對 因為這個豆腐之亂就是該 做一個幹嘛 做一個轉換 這些成分股真正就要有所表現 你知道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先用這個簡單的概念跟大家形容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體兩面 不是大家所想的樣 就像投資一樣 對不對 很多事情都是一體兩面 你說有時候股票跌了 跌了代表未來會漲 跌了代表什麼 來我跟各位講過 股票如果跌是什麼 投資價值是跌出來的 然後還有什麼 來我跟各位講 還有什麼 現在是漲什麼 漲跌升跟漲補漲的 來我怎麼跟各位報告 投票我講得清清楚楚 為什麼 我們講過什麼股票 2317鴻海 禮拜五還創新高漲到157塊 我什麼時候跟你報告 3月12號開盤前 我們公開看好 公開看好 你看漲多少 漲42% 那鴻海到底在漲什麼 漲本益比的上修 漲本益比的上調 這是一個關鍵點 然後我再跟各位分享一個 股票基本面的分析 什麼是股神愛用 股神巴菲特 他最愛用什麼 價值投資 什麼叫價值投資 很簡單 你只要市價 市價大於真實價值 就是賣出 比如說現在他值50塊 股價漲到100塊 請問要買還是賣 賣嗎 為什麼 他只值50塊 現在漲到100塊 什麼時候要買進 市價小於他的真實價值 他真實的價值是50塊 現在股價只有25塊 請問要買還是賣 當然是幹嘛 逢低買進布局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股神巴菲特愛用的投資詞 指標跟策略 叫做價值投資 評估的標準很簡單 就是用本益比 本益比上個禮拜五 我想早上有教過投資人 有教過所有的觀眾好朋友 簡單來說 本益比越低 就代表什麼 價值越高 越划算 所以你看 來 我們之前跟各位講 2317鴻海 當初在股價100塊的時候 本益比只有10倍不到 所以是不是很便宜 很便宜 所以如果你是巴菲特 如果是巴菲特 會不會買鴻海 會買 他會買 現在股價漲到150 請問本益比幾倍 本益比大概也才15倍而已 所以你說現在鴻海很貴嗎 其實沒有很貴 看你怎麼像 你如果想說漲42%了 你就覺得很貴 那你回頭想一下 當初漲到120 你是不是覺得它很貴 對不對 漲到130 你也覺得它很貴 所以這個是相對的概念 所以今天跟大家講 投資價值是什麼 市價跟真實價值做對照 所以我們一直不斷的跟大家講 我們要帶領大家做什麼股票 下面的 市價小於真實價值的 我們就買進 所以我要帶大家買什麼 買股價遭到低估的 現在市價低於真實價值的 鴻海就是 再來 廣達 是不是也是 禮拜五也出現大漲 禮拜四大漲 禮拜五又連續漲 現在大牛都會飛天 對不對 豬站在風口上 那不是這樣講嗎 豬站在風口上都會飛 但是你的風口要知道在哪裡 好我再跟大家講 你看 華漢 3月19號開盤前在哪裡 你看在這邊 我們一樣公開看好 後來呢 漲多少 漲29% 而且他還納入940 所以你看 是不是先漲 漲多少 漲30% 還有 亞翔 漲多少 也是漲30% 一樣 我們在3月22號 開盤前一樣 我們跟大家講 那個時候股價在多少 在190 禮拜五漲到244塊半 所以我一直跟我講 我們投資觀念是什麼 三位一體 來 我們再複習一遍 基本面 技術面 籌碼面 對不對 基本面的架構 第一個我講過 比如說你用本益比 評估 第二個 產業面 第三個是什麼 第三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的價值 它的市價跟價值 如果是遭到低估的 你當然是在買方 所以這個叫基本面的評價 再來 技術面 跟籌碼面 好 我們再回來舉例 什麼叫技術面跟籌碼面 來 比如說你看亞翔 技術面這裡 MSED是不是根根紅 有沒有 紅唬唬唬唬 對不對 這一種就是多頭 飛龍在天 我講過我們 我們會選擇這種股票做操作 對不對 我們有沒有說到說到 我們選擇這種股票做操作 再來法人有沒有占買方 有 所以30% 節目公開預告 再來你看 很多 你看喔 台達電 有沒有 這邊我跟你公開預告 我們要買 拉上去之後 360塊附近 我們先獲利賣一趟 賺20% 賺20% 這個 MACD是不是幹嘛 根根紅 芝芝紅 紅棘棘 飛龍在天 技術面漂亮 從馬面目漂亮 法人都在做買進 所以台達電是渣渣支持 渣渣實實賺了20% 中間有加碼就賺40%了 對不對 有加碼就賺40%了 光一檔個股 那你再看 有沒有 2024年3月21號 10點33分 恭喜會員 逢低競賞2308台達電 大賺20% 那除了台達電以外 你再看喔 台達電第二 對不對 我說這一檔也很有機會 它也發動了 再來 台達電第三 親愛的朋友 你不要再錯過了 一模一樣的格局喔 一模一樣喔 你看 MACD是幹嘛 飛龍在天 根根紅 有沒有 法人還沒大舉進場喔 但是我跟你講 投信是大買的 投信是大買的 這一檔股票 台達電第三非常有機會 我上個禮拜五是用周線給你看 對不對 如果觀眾很記得的話 你說你不要 你不要換別的股票 我絕對不會換別的股票 上個禮拜五 等我開牌的時候 我一定讓你對得上來 我講過嗎 上個禮拜五 我是用這一檔股票的周線給你看 今天我用日線給你看 到時候我們再來驗證 好不好我們再來驗證 來我們還有很多股票跟各位分享 跟各位報告 因為其實 大家會問說相關的個股怎麼操作 比如說你看6139 這個牙箱 你看 這股價 依然多頭格局沒有什麼太大改變 然後像這個偉訊 在禮拜五的時候也開始漲來 我是跟各位講過 像這種盤整的格局股票 你不要隨便亂殺 你就傷在低點 它是不是反彈 再來 6679的玉泰 它是不是也反彈 6799來解 這兩檔代碼很像 一個6799一個6679 對不對 疊下來之後 這邊 雖然它已經進入什麼 進入一個比較偏空方的格局 但是因為它的基本面夠紮實 所以我覺得它有機會 慢慢的轉為什麼 轉為盤整的格局 這跟大家來講 像這個建通這個也是 慢慢轉為盤整格局 3390 續軟 這個還沒轉空 6288連加 這個是目前也是呈現盤整的格局 因為很多的投票朋友 有很多股票要問 所以我們盡量多講一點 我們多講 因為我通常會把 節目時間的後半段 解一些大家想了解的股票 你來看像中美金 有沒有 現在進入盤整格局 可是呢 因為它是940年的成分股 所以它是有機會幹嘛 進行補漲 聯發科 有沒有注意到 禮拜五也開始漲 所以這個也有機會補漲 聯發科 這個慢慢橫盤整理 慢慢 而且我講過 盤整格局的股票 你就看法人有沒有買 法人有買 三大法人合計是有買超 我剛才講什麼 中美金 三大法人合計也有買 所以這兩檔股票 我覺得值得做留意 再來6121的新譜 這個籌碼之前大亂鬥 可是現在呢 慢慢慢慢的區域穩定 現在進入到盤整格局 6176瑞益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 都是940相關的股票 這個也是盤整格局 再來漢唐 我們剛才講過 它的借券是大增的 所以它未來勢必要還券 這個也可以做注意 剛才我講8299群聯 我們就講到剛剛那個 低潤那個消息 低潤那個消息 有沒有 Netflash合約價 第二季漲18% 包含這個SandyNet Netflash其實都漲 漲幅大概5到20% 相對來講都有 所以你看群聯是不是先漲 對不對 我也講好幾天啊 群聯是不是先漲 連續上漲 那能夠帶動誰 能夠帶動 比如說像微剛 慢慢的一個 有機會做補漲 那你看 像這個股王四星KY 在禮拜五出現一個反彈的格局 他後面來看的話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也只有機會出現一個什麼 補漲的一個狀態 不過因為他的走勢沒那麼漂亮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做等待 像安國 這也是慢慢漲 6643的M31 這個禮拜五攻到漲停 那就看他有沒有機會 持續性的反彈 折疊機的新日星 然後照例很強 來 3548 來照例有沒有 攻上去 6805-4大 這個也是 折疊機三雄 現在是進入到盤整的格局 這個比較弱勢的 像這個神機 我跟各位講 法人已經在買超 然後這個MACD進入到盤整 所以這個也有機會 出現一個反彈的狀況 241的見準 有沒有創新高 這也是我們手上事故 有沒有創新高 我們在這 相對低檔買進 漲到多少 漲到142 然後偽創也漲到130 2382廣達 你看為什麼廣達比偽創強 有沒有注意到 技術面的差異 廣達是幹嘛 MACD是多頭 飛龍在天 3231的偽創沒有 有沒有盤整格局 所以股票會不會挑了 我們都是挑什麼 挑三位一體的股票 來做操作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接下來航行的操作 像群光 像群光 這些慢慢的 也有機會做反彈 3035的支援 這個也是 它的一個整理格局 它本來是比較偏空 整理格局慢慢的有機會 結束 慢慢的機會轉為盤繩 因為它這個底 打得也是滿漂亮 前面我們是不看好 可是到了這邊 慢慢慢慢 尾巴就會有機會 六四一四的華漢 股價是創新高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接下來行情的操作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這份資料 先拿到手 00940還有誰會增加 記得加入我們的LINE AT帳號 所以呢 下一波我們要大舉進場 歡迎大家跟上我們腳步 讓我帶大家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